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五行是输金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他的五行是输金呢 我们在看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尤其重要的 比方说一个父母想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的符号入宫 入宫入在了前宫 而代表父母的符号是入在了另外一个宫位 比方说代表孩子的符号是处在前宫的这个位置 而代表父母的符号是代表去宫的这个位置 好 而从五行的深刻来讲叫金刻录 什么意思 这个孩子就比较调皮 比较叛逆和听话 所以说了解五行是非常重要的 那下面再来 好 他在这个概念方面代表什么东西呢 还有哪些象律呢 这代表高贵的 说明这个人 假形有一个人 就是说明这个人是比较高贵的 第一个 手里还有核心 但凡跟这个最高级的那个东西 要挂上钩 在奇名邓家里面又怎么用呢 也就是说 来 老师你看看 我今天买了一件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样 好 刚好 代表买的这个东西的符号 是挪在了前宫的这个位置 在前宫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这个东西是很高档的 如果形容一个人 它是比较高贵的 如果是做一个行业 听说你的行业 做的是No.1的 因为它又涵盖了什么 第一的这个信息 判断一件事件 所以它是核心层面的东西 所以在前宫就会了解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代表是人物的时候 就代表着一个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那个人 是领导人 是经理 是董事长 如果判断关于跟战争有关的方面 那么他就代表元帅和将军了 为什么现在打仗用不了齐门登甲 齐门登甲本来是来自于军事方面的 他最初的响应主要是跟军事有关 所以说他在前宫里面是指挥打仗的 用心的人 所以就有将军和元帅之意 当然 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元帅的这个称呼来 也有 你老大 你像一个将军等等等等 这样就理解他就行了 好 我们再来 代表一个形态方面的东西 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呢 对吧 这件东西 这件东西是什么形态呢 它有精致 有高大 为什么 说钱 钱挂这个象律代表是天 对基本的象律 对基础的自然象律代表是天 天是不是有高原 高大的这个象呢 它是从这个自然来的 有高大的 钱跟五行是金 但跟金属相关的 是不是很坚硬呢 就有坚硬这个象 当然 为什么有圆论呢 钱挂 还有一个特点 它代表为圆形的东西 就有圆论的 有这样的象 特别用建筑的话 代表是宏伟 特别一个工程 一个项目 这个工程是很宏伟的 等等等等 你这样去理解 从这个八卦里面派出的象律是特别特别多 我们只要去了解这些基本的象律 对于你判断一件事情 已经是八九不理事了 只有很多象律呢 你知道知道就行 对于你了解是可以的 所以不一定要进那么多东西 好 而行为一个人的这个性情方面 假如把代表专制一个人 这个人它是什么一个性情方面 那么说钱挂的 象律出来了 好动 少计 为什么好动 九天 就在高远东西 它天天在那么高远 不在不去地气 所以好动 少计 严正威武 严正威武这个象律怎么出来的 钱挂 是它的特别名党 高层一样的 严肃的 你看见哪一个名党 枸杞严肖 不是的 很严肃的 很威武的 当然 重情义 又怎么来的呢 重情义这个象 是根据它的五行 来里而已 五行叫五德来的 我们都知道 经 主义 目主人 佛主理 佛主信 水 主智 所以说这个重情义 它的原 它的原因是来自于它的五行 说金 是在钱挂 钱挂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国家 是一国之君 是不是 所以说它有正直的这个特点 自尊高傲 我们现在看有些领导 是不是 你走出来的时候 对你的感觉就是 一般不容易让人清静的 所以它有自尊高傲的那个象 当然 你看小佑问 老师 我看西北方有个人怎么样 专指的是钱公 就看到落宫里面的符号 就根据这些象律特点 来探断说这个人的状态 就基本上出来了 只要你记住了这些 我敢肯定 淡挂至少是70%左右了 好 这是钱挂 我会说 是 你 那 我会说 是 你 我会说 你 我呆 你 感谢观看